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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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Toni 在這裏, 和大家看著下午的開示示範 Toni 你好 Toni 你好 大家好 報告行政星, 正在做二萬零一十八點 升二百五十一點 成交有五百三十億 最多的時候, 都升四百多點 現在沒有一半 只剩下二百五十點左右的升幅 今天彈夜都是TAC股 2382, 有四百四百多點的升幅 接著是9618, 再到669, 阿里巴巴 都有一個三至四百多點的升幅 表現差一點 還有東方海外, 今天回應五百多點 另外881, 也有四百五百多點的跌幅 怎麼看這件事呢 即是今天, 或是昨天開始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彈了兩天之後, 明天就是星期五 是不是又開始回到同一個循環呢 我想整件事, 當然最接近的就是因為台海危機 當然這件事, 雖然你說最緊張的時刻就過了 但我想始終如果你當成一個整體 是一個中美角力的想法去看 現在就一定是未完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不會彈得太高 基本上就是, 始終市場現在就 永遠都有一塊東西扔著在這裏 即是就算你現在說, 今天開始一年幾日 有一個聯合軍演也好 當然大家都會暫時, 還未是很高的避險情緒 或者會覺得真是所謂的打得成仗 但是我想現在這個事件引發到的 即是我想所謂的後遺症 包括就是會不會有更加多的一些制裁的事情 外交上面的事情 或者會不會又好像, 如果大家現在經常會參考 就是對上一次九五九六那次的台海危機 那你見最終其實都是 那一次就是因為美國的介入 或者是中台兩邊都叫做還有辦法商量 所以最後就整件事叫做不了了之, 大家放下了 但是這次我想本身中美角力已經是如箭再完 那這次是不是還可以像上次那樣有效溝通呢 即是擺明別人那邊都不給你面子的時候 其實很難說完全是透過很和平地突然之間又沒有一件事 所以兩邊都有這樣的政治壓力底下 就看看最後後續會不會衍生到 或者演變到更加多的資料就會出來 所以我想這件事始終都會對於港股這邊 就一定是有一個陰霾的 但是我想就好就好在會拉回好一點點 就是那些踢股的其中一個不明朗因素 就是那些各自的大股東都打算減持 差不多每個都是 他們很同步 所以現在變得有點確定了 譬如軟銀那邊都好像有一點動作 終於這樣 所以反而大家會覺得有其中一個不明朗因素 拿走了 可能會彈得回一點點 但我想你接下來好像都是今天即時那件事 你彈得高一點 可能你說借近兩萬,兩萬多一點點 你看到一突出,其實我們那個升幅就由400點到200邊 所以其實就不會說真的彈得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 就算我想你風平浪靜 其實你今年那個頂都很明顯卡了 即你六月那時候二萬二千多 基本上我想就已經是優惠了很多因素 就算你現在和平的一個正常的市況下 你都很難說上得回六月那時候高位二萬二千多 那我想你可能下一次,即是你在看的 除了下半年,即是現在這一段時間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國策要扔出來 或者真的在說所謂的二十大 會不會大家又再多些的憧憬 炒多一次好像六月份那時候的氣氛 會幫到一些恒指的點數 但是期望都不算真的太大 這件事就始終我想 今年都一定是所有事情都在籠罩著 經濟的壓力 跟著中美或者是台海危機這些因素 我想都今年餘下這些時間都不是剩下很多 都一定是繼續困擾著港股 嗯,是,那大家就 做耐性的話可以繼續留意港股 只可以這麼說 美股那邊就精彩很多 精彩很多 昨天,如果你說算好傳統定義 就升兩成就回到牛市 才算 昨天蠟子已經率先過了牛市區域 是 看看之後是否可以保持到 嗯,那都要繼續留意一下 阿里巴巴的業績出了才說 雖然大家猜到其實都慢慢 都不會有什麼期望 是 就是,過去幾年都慢慢越來越壞 是 所以這個方向既然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 大家可以期望一下這次有多壞 是 是 等它出了才說 是 有些可以繼續說說 就是 7000 嗯 今天其實都從西西走的日開始 其實都由288元最低 穿了3月的低位 率先彈上來 其實都彈了20元左右 那 怎麼看這7000呢 就是會不會有力 上去320元這位 我想很短期 就真的可能要看市況 或者會不會真的有什麼消息 但是我想就算你說 比你彈得上去320也好 其實都 就是比起現在來講 又不算有什麼 真是很大的作為 嗯 就是我想就算你說 沒有NASPA這個減辭的消息 就像之前和大家所說的那樣 就是你從它的 Fundamental的角度去出發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年都不會有什麼特別看頭的 就是我想尤其是 就是我當它遊戲 可能還是叫做 騎車邊 有一個持平的一個 或者是微的一個倒退 這樣才算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是拖著後腿的 就是廣告上面 影響得很厲害 這個也是 過去三四個增長引擎裡面 做得最差 或者叫拖著後腿的那一項 所以我想這件事 一天都不改善的話 其實就 它的業績上面 都很難會好看得去哪 所以我想就算沒有這件事都好 我覺得今年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太大的看頭 所以我想就 如果純粹是看回 382或是怎樣的 就算你真的上去320 其實你的波幅說真的 都不是說真的很大 如果你現在說308 你上去其實都是 10%都沒有 我覺得有些 不如就算吧 我覺得那個波幅太小 你選擇過其他 最近如果真的很短期短炒 反而是一些 就是產業鏈 或者和汽車零部件相關的 其實就一直都很強的 我覺得你搏那些更好 就是好過你要留戀在騰訊上 當然除非你是 真的有一個很長線的投資 你搏在未來是多些 很具體的政策寬鬆 會有利回它的 就是至少有個遊戲版號 是終於到它 之餘處女那些 那我覺得才有機會會好一點 否則就暫時 今年都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動 我覺得騰訊 無論基本因素 或者股價方面都是 其實某程度 你說這堆巨企 亞解算不算 市值亞解 從去年3月開始 都被推倒下來 怎麼看VC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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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是 Doctor 現在已經有些是獨角秀? 還是主持炭物一堆? 我覺得會 boo 首先要先的 騰訊 我剛才要先的 後來會有先的 就是700我持有 至於剛剛講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就算有也好 不會在香港出現 我想大家最近看的HKD 都是在美國那邊出現的 不會在香港出現 我想你香港的capital market 我們以往無論市況是怎樣也好 即是經濟的市況 或者市道是怎樣也好 大家會覺得就是我們香港的資本市場 就是不死的 就好像天空之城那樣 地面上發生什麼事也好 股市仍然可以很離地 不是很反映的 但是這次我想就 都很明顯有一個很大的 程度上的一個轉變 就是你看到不僅是實體經濟 就是很多行業都死了 還有我想也是有一些正經的因素 而令到很多錢 根本都不會像以前那樣回來了 再加上現在美國和港股之間的距離 深度已經越拉越遠 大家對於兩地不同股票市場的 興趣也是越來越遠的時候 即是我覺得就算你繼續有 或者你繼續是 這些獨角手也好 他真的要去再選照片的話 其實是否會選擇在香港上 我覺得都很誠而問 其實就 我覺得就算你繼續有也好 我覺得在外邊發生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市場的承接真的沒有什麼 香港都不可以用油去運用 我想你現在開這一種就很明顯了 我想你純粹是上市那一刻 大家就可能會繼續想這個模式 但又反過來 你當個股東 即是老闆的層面 你當然覺得這樣當然沒有什麼所謂 但如果作為股民 作為散戶 每次都已經知道 是這樣給你割韭菜的時候 你下次再上市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再理會你 說真的 那你的經驗太差的時候 即是大家現在經常說 要支持一些本土的製作 本地的企業 但原來上市後是這樣的 那說真的 你怎麼支持 所以這件事始終 我覺得會令到後續的企業 就算要再走同樣的路也好 其實它的估值也不會拉得高 所以回到剛才那個老舊的問題 就是既然你兩邊的差距越來越闊的時候 那別人那邊的價值還可以更厲害 監管又寬鬆一些 即是工作又方便一些 那些人的意欲又可以高一些 又炒味又濃一些 那所有你怎麼還算 都在那邊好玩一些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說未來是 我們自己可以繼續去所謂 去侮辱這些獨角獸也好 有哪些行業就不知道 說真的 你疫情打後 其實很多行業 我覺得都已經死了 就算我當有也好 我覺得都是在外邊會發生 即是我想我們再在本土 再上得到的 我想這件事就難一點 真的 那報一報價 香港人的驕傲 2246 現在正在做5元 5.08 今天跌1.7% 由高位跌 累計跌了75% 不用幾多月 追跌幅追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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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差15% 市值還有多少呢 還有30億 彈也不彈 一天全食都不給你 是8億市值的巨企 香港巨企 現在最害怕的是Lala Move 他都不知道怎麼搞 怎麼搞啊 看著你一個最主要的比賽 都搞到這樣 看一看 我現在怎樣做 怎樣搞呢 或者覺得自己走阿寶 應該比他早 其實他都搞了很久 對 他都搞了很久 後來要跟阿里巴巴搞個Mersh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剛才所說 就算我當你有交流也好 都不是那麼容易 大家不會好像以前 那麼容易 還有那支歌仔場 因為大家其實都看著 在資本市場上退出 但是你現在很明顯 在一個終點發生事的時候 你中間 無論有多少回合的 一個支援也好 始終一定是有影響的 是 講一下股東架構 500銅城 48% 所以香港的Google Tag 就只有17% 到後來數一數 都還有五億左右 六億左右 但是之前吹到是 十億美金的 正是香港那部份 十億美金的估值 有數還是沒有數呢 到現在 其實是否錯過了 最佳的上市時間 以前打算再拼大一點 可能Malala Move 他還會給大家一個最誠實的答案 對 就是永遠最了解敵人的就是他的敵人 都很大我 所以不要打算發達 有時候快手快腳搞定 比你左砌右砌 對 真的 所以大家打算上市的話 不要想上去 所以時機都很重要 對 時機都很重要 到你發達的時候 可能已經太遲了 你不會沒有 最重要選對市場 選對市場出現 已經很重要 對 已經有兩個故事 對 我想你在美國這一輪 如果你有照片 你想想一下 你只是HKD 即是不要說到這麼瘋 對 亦都跟他的背景等等 各方面有關 或者街貨 我當你正正常常 這陣子 你剛吃著市人那邊 但跟這邊已經相差很遠 我想這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真的很厲害 香港的市場 對 我想過去這一至兩個月 已經是很大的對比 也是 有興趣上市可以找Tony 聊聊 另外就是要看一隻1415 高位電子 這陣子真的做得比較好 有一隻高位電子 1415 現在做了14.78 今天都有9.3%左右的升幅 另外剛才看到 一隻水月光 也有5%左右的升幅 怎樣看這些電子設備股 這陣子的走勢 接下來會不會好一點 他1415很明顯是強 我想你今天還可以叫做創新高 以及剛才所說 這陣子的市場 其實我們都叫做 穿穿地位 即是大家可能都在目標 五月的時候 萬九邊的位置 但很明顯你看到 回了幾天 接著很快就已經上升 今天還要破頂 即是今早他都升到13-14% 我都看著他 都沒有的 我想大家的憧憬 或者消息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即是說 新iPhone的銷量很厲害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2382當然也是說 其中一個鏡頭的最大受惠者 所以這兩邊 最近都好像叫做有少少異動 但2382相對始終都是比較黏 但1415就很明顯強很多 一直在破頂 但我想現在這個階段 都不會有太多的基本因素 可以分析到給大家聽著 因為大家現在都是 憧憬著未來的銷售 即是說現在這一刻 其實你看盤數目 還沒有反映 所以現在基本上 就當作是一個動力 玩著先 但強股就很明顯是強股 所以剛才我都在說 如果你反而這一陣子 你算是在計算短炒 除了一些銷售 其實那些零部件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我想不單止是這些電子產品的東西 車的零部件股 其實都很強的 最近都很多隻都 我想都是先炒著這些 即是我想你看到現在 整個港股市場裡面 你真是叫做最有持續的 其實離不開 離離去去都是那三至六隻 即是你真是要向上 可以破到位 或者起碼要靠近高位 其實離不開都是那一堆 所以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我覺得如果你 這麼短時間 即是你駁一些人 市場又不是這麼好 然後它又這麼容易 可以描述到眼球 我覺得你就可以參與一下駁一下 我覺得你只要 這些你做回那個 就是止蝕的一個紀律 做一個部署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 另外也有問一隻3690 其實補回的價錢 還有182元 正在升上2.7%左右 剛剛提及的 有沒有Mentum的股票 其實3690也算是其中一隻 怎麼看這隻3690 之前都有主要股東保持著減次 當然不是特別多 可以拿下卡數 但到了這個位置 所以你問一下 如何看這隻3690 因為剛剛提及的那堆 所謂的股票 其實某程度也很反映到 內地的資金泡沫化 其實已經爆破了 你問錢是否真的 這麼多去托著市場 大家明顯看到不是 在這個情況下 怎樣看3690 這些很基於內地的流量公司 接下來的業務 或者他的商業經營模式 說的是社群團購 不斷燒錢 做大市場 這件事其實做得到嗎 對他來說 接下來的下行風險 會不會在股價上 會不會比較大 我想短期一定會 我想會跟著市場 你看到這一段時間 可能大家會反映 例如由6月開始到現在 即7月蔓延下來的 一個本身的跌勢 即大家所謂的 一個國策底 接著再新近 就是一個台海危機 你看到他的股價 都一定是有影響的 但我想你比起其他 客股來說 他都算是比較強的 雖然他都弱了一些 但我想美團 始終我覺得最近 你看回好就好在 或者為什麼會引起 一個這麼大幅的上升 剛才是Leo所說的 即是他的基本面上 還算是OK 又或者 你回頭看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即是基本上 現在這些大股價 我們自己本地這些大股價 間間都有一個大股東 猴著想減貨 那美團就叫做沒有 即是你就算見沈南鵬去減 或者見黃兄去減 其實是沽得很克制的 即黃兄那些 我覺得基本上可以不理 即是十萬股 那你一天的市場 都已經是說過千萬股的成交 就不算是甚麼 其實都很煩 因為其實你要跟概念說 即是大股都覺得沽貨 是很煩的一件事 但我真的不知道 但他真的好像前後沽了幾次 十幾次 分得很差 沽了幾次 好像每次都是十萬股 這樣沽的 即是幾十萬 純粹是 難為了概念 其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阿田的DI方法 那些很煩 反而你說沈南鵬 我覺得有多重考慮 即是他這麼早的時候 那我都當是正常退出 那就算是 他還是還有二點幾 那我就算當他全部減了 你說那個總量比起其他 就是別人一個 就跟你日日沽三至五個百分之的 一個日均成交 另一個現在就先沽三分之一 你都還有後決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這些就不 即是我覺得 確定性起碼要大一點 而且因為始終我覺得 你以往 譬如剛才我們也有講騰訊 騰訊和美團 我想以往大家看科技股而言 最能夠去 令到用戶是有黏性的 都是離不開這兩間公司 尤其是我想美團現在 在所謂的本地生活服務裏面 不論你是買菜的 你搭飛機的 旅遊的 或者你去吃飯的等等 基本上你都是離不開美團的生態圈 所以我覺得它的 用戶黏性 或者用戶黏性 其實都還能夠維持 所以你見到去年 就燒錢 就燒到偶 社區團球那樣東西 亦都是一路被市場質疑 但是你見 亦都是因為去年 那個太過白熱化的競爭 其實你見到社區團球 很多 之前都紅心壯志的一些玩家 基本上就 有些已經離場了 已經沒有再玩 有些是直接破產 原來有一些 因為突然間 你殺過鯨魚 本身那些魚貓 就以為自己很厲害 但是你殺一條鯨魚 你突然間就被人淘汰了 所以其實反而 現在你看到 整個社區團球裏 真的叫做 拿得到最多訂單 我想日軍 都還說三千多萬 四千萬訂單的 基本上就是美團優選 以及多多買菜 這兩間 這兩間 基本上就變成 以前是一個極度分散 極度競爭的一個行業 反而現在有 比較寡頭那種 向這個方向去賣盡 其他有些 基本上就半生不活 或者 可能在某一些 城市 地區 省份 還叫做站得住腳 但是你要他再打算 去全國性的去擴充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 我想你看回美團這些 他之前也說千成萬成的計劃 其實他最後也有些縮手 都是要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變成這個競爭 有些改善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他在經營上 或者營運上 都有一個改善的 你看到 上年的第三、第四季 還在說過百億 現在大家期望 他將來八月 會出的第二季的業績 已經慢慢會收窄到 可能只剩下八十億左右 整個月 其他外賣、旅遊 都還有增長的 拉上保下去計 整個季度 美團就剩下二十多至三十億左右 就變成你比起以前 或者上一年的季度 的虧損就差很遠 我想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暫時去看 就因為這個 所謂的 最大的優勢 都未見到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 暫且會算是OK的 我覺得 你看到他的業績 例如你看到 王興他自己 或者管理層 整個團隊 他覺得今年後續的情況 會不會再有一個改善 或者經營上 會不會再有些突破 我覺得就算是OK的 我想你真的要看踢股 其實最強的都是這隻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那你再向哪些下去 就可能只剩下快手 其他一些 基本上我覺得 就好像在股價上 都不算賣 真的特別很強 是 有些就真的 獨角手 由千億元跌了九成 那些就看 沒得看了 快手報回價 才是79.9 升上0.7%左右 都要看一些銀行股 今天是五號仔 在做五十一個月半 升上0.5%左右 五號仔又怎樣看呢 我就反而這些銀行類 我覺得要小心 當然它會好過內銀 但是我想 你看到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出現業績 大家會妄實 它又派回季度的股息 那樣東西有驚喜 本身都是預七仙或八仙 出到來就給九仙 亦都是給了一個希望股東 即2023、2024年 可以恢復一個派息 但是我想 它的經營上面 當然你看到細數 去看 當然有些人就會專注 在淨利息收入的增長上面 但是我想與此同時 其實如果你對比現實 或者現在的經濟環境 其實我會更加著重 在它的所謂的 預期信貸損失 預期信貸失 即是你看到去年 當疫情也算是有些緩和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它是把很多 之前做的撥比 其實是會撥回去 即是變成它收入 但我想你 現在去到今年的第二季 你對比去年 其實你已經看到 這次它剛剛出這份 即是最新鮮滾熱賴的業績裏面 其實你已經看到 它那個預期的 信貸損失上面 已經有負10億了 所以其實它都在期望 今年無論是經濟環境也好 內房的 即是一個exposure也好 或者其他的credit loss也好 或者它之前因為歐洲的經濟 可能惡化了 它之前借的債可能收不回等等 各方面的原因 其實你看到它們自己都 即是轉趋會保守一點 所以我覺得 就此為止 這件事都是個隱憂 所以過去我想 都和大家一直都說 匯控或者這些國際的銀行股 大家就不要純粹說 看看加息的影響 會令到它們正式差會受惠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我想你同時都要看回 他們的貸款質素是否在惡化 而這件事 在剛剛我們看到的業績層面 就似乎已經有一些跡象顯示到 所以我覺得 不是大家所想的那麼穩陣 另外順便看看內銀 其實連續跌了幾天 好一點點 其實都跑了 輸了大股 課師車9391做到4月8日4 今天升了0.2%左右 本地銀行股 已經不需要看得太好 那內銀又怎麼看呢 真的去到這個位置 是否可以繼續看著它 繼續滑下去 是 如果你說看著它滑下去 就是 這些事情你昨天都在穿底 昨天都在破 都不止 都不止 只是健康 很多朋友都在陪他 所以我想 就是內銀也是 就是 直接在一個風眼裡面 那我根本就不會搞這些 就是 我想跟這個 宏觀經濟最 最前線的那些 最息息相關的那些 都不特別搞的 就是內銀 內防 內險 這幾個環境 就是 你等它慢慢發酵 就算這件事不惡化也好 都會治好手未長 其實都說真的 都不會有些真的什麼 好的表現 會叫做給大家 所以 不要特別去搞內銀 就是我想 你以往 就是其實我覺得都很慘 就是因為 之前其實大家 看到那些公用股 都塌下來 是 因為那個外圍加息 那些東西加到 就是我們對於一些 本地的公用股 已經 不吸引 嗯 然後大家那時候說 你可能四厘的那些 有壓力而已 但是你派到八九厘的那些 OK 都跟息差 中間還有一個優勢 嗯 很多人都掉進去內銀 去做收息 是 但是一掉完之後 就發生了這個 斷供樓事件 嗯 所以就突然之間 又隱藏了很大批 投資者 就是想著去收息的投資者 但是如果你真的醞釀到一個 或者你真是演變到一個 更加大規模的 系統性風險 就始終他們的數目 都是有損失的 嗯 或者你真是萬一爆了 他要扶持回經濟 其實都是會叫他們 禁止他們去讓利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盤數目上面 就不是說真的 大家所想的那麼 那麼穩定的 就是你一一不 就是你派息的前設 其實你就是講 你的盈利的能力 你的現金流其實要穩定 那麼你現在擺明 有個炸彈在 不知道什麼時候爆 也都不知道會不會爆的時候 那你其實就不要純粹說 後果八、九厘的息 那麼相對而言 我覺得你也接受到 八、九厘的息的時候 那麼我覺得 你不如選一隻九四一簡單一點 嗯 九四一都是講八、九厘的息 但是 就是你完全是免除了 跟這些經濟最息息相關的因素 你又不用怕 他的股價會沽到去哪裡 因為整個股東介構 已經使用了 全部都是中國投資者拿的 已經 那麼我覺得你這些更簡單 那麼 所以我覺得 就不需要特別去 去內銀 就是想著去做收息 嗯 我相信大家都還是 有很多這種思維 但是就不好 我覺得 很多有這種思維的人 現在都應該很頭癢 所以都沒有辦法 聽到其實都吃不下飯了 對 所以千萬不要 內銀這件事 我覺得 就是 對 我不敢說是否最差的時間過了 或是怎樣做 但是你只知道 一定 那些股價也是留意 不會高得去哪裡 那你不如簡單單單 那些股價就算很平穩地計算 即是 年至日也不算是升很多 但是你起碼 那八九粒息 你代代平安度 你不用擔心它 是 那自己考慮一下 1789 那 愛康醫療 在做7元 剩下14% 就問 咦 能否入得過呢 好像低位開始猛爆上去 我想 都是跟回一些 就是 之前的醫療 化醫療類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一些藥的 又是好一點的 有些做研發的 又是好一點的 那我想你 暫時都是拿回這個角度去看著 就是 我想你純粹去看回他們 最本業的業務 那些 即是骨科上面的醫療器械 其實就 前景說真的 我又不覺得算是特別好的 那 但是有一點 就可能就叫做 在以往 即一兩年裡面 太多這些 叫做醫療器械的大量採購 或者雜彩那些東西 就令到那個價錢 就已經是太過吹殘 那樣 但是就是 我覺得你 如果你叫做今天這一棍 你都突破了過去 即是一個多月的環民區 那 我覺得走勢上面 就是 你要搏的 就是 一些很短期的 的一個 就是 都是根本性的 但是你看到 其實上一次 升完這麼大棍之後 就是環民了整個月的時間 所以 你到時看看 是否還有這個動力上 是 大家要留意 另外 有人問 值2359 想問一下 現在轉勢還是反彈一下 若明康德 現在還有95.4% 今天升了4.8%左右 相對來說 好些了 其實 但是當然 你都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 受惠的空間 就是在於 大家可能會害怕 一些制裁 譬如你說 若明系 大家都知道 之前大家曾經都會害怕過 或者做一些 生科野的 一些核心技術 大家會害怕制裁 如果你說 萬一有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就 反而 你說2359 影響 就不會這麼大 因為它那個情況 就是做一些化學藥 就是 不是那麼著重 要自己去研發 就是拿市面上的藥 或者現有的藥 去解構 化學的成分 然後就放一隻出來 所以那個技術含量 就不算太高 所以萬一被人制裁的話 它可以向自己 內地的技術 也有 或者去一些供應商 那裏 基本上都還可以 維持到它們的生意 所以這件事 就會叫做好一點 但是我想 如果你說現在 基本上 你看過去兩至三個月 其實這一堆的 醫療類的東西 其實就好一點 所以就反而 你之前 看到它公佈業績 反而大家 都動過那一下 反而現在 大家會覺得 其他一些會怕得比它 那我就不用特別留意 2359 或者怎樣 那另一件事 當然它剛剛推出的業績 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對版的 但是當然 你計算的 增速上面 都叫做會有少少 令到別人 會有些 就是會有些 失望 或者市場 其實會有更高的增長 但是 總共我覺得 這件事 又不算說 特別太差 那我想 如果你 當作近期一個 我不知道它是多少錢買 還是已經買了 還未 但我想 如果你 之前試過幾次 挨近90元 都算是受得住的 那我想 你就拿回這個位置 作為一個參考 就是萬一穿90元 我覺得你便離開了 另外就是 澳門股 普遍都有一個回調 或者 不是怎樣移動 銀行 正在做46.7元 終於公股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 終於公股了 終於公股了 啊 那就是4公一的 就是880元 今天跌了15% 怎麼看公股 因為其實都是足夠的一年 花費了 30億 所以 都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 他都還問 即是他的大股東 還借了20億給他的 是 即是總共加起來 有50萬億 是 都還在收四利息 其實都還在公股 但我想公股也不意外 其實之前 我想也吹了很久 大行之前有些報告 都已經打定輸數 即是 即是你不是拼通關 其實大家現在看待豪賭股的事情 就是 拼不死 假設他零收入 繼續每個月這樣燒 或者很低的收入 繼續每個月這樣燒 你可以撐得多久 大家都知道 六大的賭企裡面 基本上880是最差的 最不耐心是他的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是有 要錢的壓力在 但是 除了問他媽媽的借之外 另外一個途徑就是 要集資 所以我想 都不特別意外 所以你看到他 這幾個月裡面的低位 一下子已經被他打穿了 這些也是 不用特別去看的 我反而在想 如果你說這件事 是繼續惡化下去的 另一間 會不會都叫做 有些可能就是 你見到金沙永利 都是跟 有些股東貸款 就是最近你借了 那會不會他們 你見到 以880都集到 會不會到1928 或者1128 這兩間都會有些 類近的 雜資方案 我不知道會不會 當然我不是Inside 但是我覺得 你有一間是會做得到 這件事的時候 其他那些 就是你講的 他可能都是 一年多兩年左右 那 會不會都想 或者會不會都部署一下 那確實 你看到股價 好像過去半年裡面 來計算 現在這些位置已經是最高 就是要 就是要 你880去到這麼低 一直貼著 低 你都要馬死落地走 你都要閘 那更何況 這些價格相對來說 好些 會不會他們自己都要想 所以就 這件事要留意 那相對於 財政最安全的 始終都是27 嗯 即是他夠捱 即是三四年以上 那這些 雜資壓力就沒有這麼大 但是向上的阻力都很明顯 四十七八元那些 就試過 我想都三四次都升穿不到 所以這件事就 升穿了 所以再看都不遲 是 大家留意一下 那當然 今天都要問一號仔 現價中51.2 升上0.5% 一號仔怎麼看呢 因為早幾天 就由五十三元回落 昨天最低 真的都高超過五十元 那怎麼看一號仔 接下來的業績 或者相關的表現 會不會好一點 在股價上 好像是今天推出的 是 這些我真的少看一些 一號仔細 因為它太多 擔心的不同的業務 都放在裡面 但反而你看到 昨天推出的 場合系 那兩間 反而1038 我自己都會覺得 都OK 最穩陣 那我想如果真的要選一些 還有一些地產成份 那些 我始終都覺得 1113會是最強的 那變成 雖然它這陣子都有點難看 但1113 你對比其他地產股 始終都是最強的 那些 那之前和Leo都說到 譬如啟德合組的新聞 那其實我想由那時候到現在 我想那個看法 都沒有太大轉變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選一些 跟地產股相關的 都是1113會最強的 那一號就夾集了太多東西 因為始終就是 不同地區的東西也好 不同領域的東西也好 那太多東西塞在裡面 我覺得就比較難看一些 過多幾天 又是公佈CPI GDP 很多數據都開始出來了 怎麼看市場的走勢呢 我想我們這邊還是 你中港 其實你都只能夠 是繼續拼搏 會不會是更加多的政策 去扶穩 或者去叫做 外圍其實有個經濟壓力 就大過內地很多 就算你說第二季 我們衰竭多差都好 無論是製造業也好 疫情的打擊也好 都算是有零點幾 但其實你計算它Q1的時候 就是沒有疫情影響的時候 其實又不是特別差 就是他們那時候 自己都還在定 起碼說5% 流上的一個經濟的增長 所以我想如果你現在 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想就很需要 那些國策是不是真的 落到地了 當然你很多說出進消費的 我們看到最明顯的就是 積車而已 但是除了車之外 其他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積到呢 是不是有個全面性 才可以呢 否則如果不是你今天積車的時候 可能你若干年後的車市 其實就等於今天的樓市 它當然不會叫輸突 當然 但是就是你 你完全可能是過度透支了 可能未來很多東西的 一個購買力的時候 那你始終這件事 都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想如果 譬如你這麼簡單 你促進消費那件事 是不是真的能夠 真的做到一個普及性 這件事是重要的 還有譬如你說 製造業也好 或者不同的工業生產上面 是不是真的叫做 有一個改善呢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於我們整體 國內的GDP組成的部分 除了運外需 跟著其實你看到 都是講一些工業的東西 和基建的東西 那基建暫時就都 都見不到它真的要去做大個餅 其實它一直就是 就是由去年年尾的時候 就預早投資了 就是2022一些專項債的額度 那你見現在基本上 將2023年 去到七八月 就基本上已經將 2023年一些基建的專項債 就已經的額度 派了出來先 但是其實你 那個餅不是大了 你只不過將你 明年會做的 你提前做 而已 但是你 要不就是你永遠是這樣 頂的 如果不是你2023那一刻 就突然間 那個東西 那個金額上面 就縮小了 其實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我想這件事 也要看看它內地 是不是真的會 叫做多些 真的的政策出來 是令到 那個餅 是會做得很大 這件事是重要的 反而你說外圍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容易看 其實就 因為你剛剛 我們 譬如美股才算 你剛剛就過了 五六七月一個最密集 連續幾個月有的 一個議式會議 或者大家都會叫做 過了一個 即是會覺得過了一個高峰 即是你六七月兩次 七十五點子 都已經說了這半 就算你說 期望你九月再加一次 現在市場上面 最偏向多些 都是說0.5 所以變成 你現在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來計算 八月就是美股一個 真空期 我想你起碼去到 月中結算之前 你看到 反攻得都很厲害 那納子最近 就是剛才所說 我們剛剛開場都說 你由最低位 一萬零五百附近 去計算 其實都已經升了兩成 昨天的低位上面 那麼 由他一個的調整 開始到現在 都未見過 有一次他可以 超過兩成的一個升幅 那麼現在基本上 是叫做到的 那麼所以就 即是時間點也好 或者你計算那個 加息的步伐也好 那麼 大家會變了一些衝勁 那麼 因為他們業績期 現在 無論你講最重磅的 那些也好 或者最近這一排 都未必是很權重 但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 一些品牌 或者是一些股票也好 你見到 就是 可能上個星期 就是炒了一些大量 今個星期 可能你見到 就是那些 比較中小型少少 或乾媽那些東西 那些 增長股類型 那些 其實都反彈的力度 都不是小的 所以就比較全面一些 我覺得 那麼 可能你說去到八月中旬 就是 我覺得外圍的市況 都 就是 當然它抽得這麼厲害 你說 偶爾有些正常的調整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但是 就不會像我們香港這些 那麼難看 那麼我想你去到八月尾 真是有個 Jackson Hall的年會 又或者去到 臨近八月尾九月 大家又可以準備去聚焦 到九月二十一個 FOMC的時候 那可能市況 那邊就會多一點點的波動 或者可能那個調整的壓力 就是再因此而 要看回當時的經濟數據等等 但是 譬如你八月十日 我沒有記錯 就公佈CPI 那之前 其實聯署局那邊 都有放風 就似乎他們都見到 有一些 回落的跡象 或者Elon Musk 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 那麼如果你真的 相信他所說的時候 那麼 似乎這件事情 又未足以成為一個 很大的 就是 即使市場有陰霾 會不會突然間 又要加75 或者又要再加1厘 起碼沒有這些擔心 那我覺得 都會叫做 會幫到手 去撐倒市場 即是那邊的氣氛 就好很多 所以就 港股這段時間 就真的要捱了 你看看 可不可以多些的國策出來 但是你說 美股那邊 就相對來說 短暫而言 就樂觀一些 明白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Tony 今天給的 意見 看看 可以觀看 CPI 當然 這段時間 都要看一看 388 今天都有2% 做了升幅 做了355.8 388 之前都高位 差不多400元 跌回十幾% 去到這段時間 怎樣看 三八八 或者 接下來 會漏潮 即是現在 越催越多 股票 是害怕了 是 美國都說得很死 這次 基本上 都 很多Liscon 都不抱於寄望 沒有什麼僥倖 接下來都應該 回到香港 或者 近中國少少的市場 上市 怎麼看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 388 有一個比較好的走勢 我暫時都維持 之前看法 你說要市場好的 好像今天升到 三四八點 就會跟市彈一下 但是我想 你要它從 這個回流池中間 去受惠 我覺得 程度 幅度上 都不會很大 我想你第一件事 估值 始終是 不高 大家想想 剛才所說的 2246也好 或者你看回之前的 支付 2390 都不是說真的這麼好 那些最近近一點的 名創優品 我不太記得 它的股價表現是怎樣 好像是 是否好一點點 好像昨天都還在出 營起還是怎樣 今天升了6% 但是你見到股價 比起上市 現在都是伏候層層 又不是說真是一個很吸引的其中一塊 我想如果你 令到大家回流完之後 是有一個炒作的氣氛在這裡 大家會注視著 我覺得就差很遠 但是這件事做不到的時候 就是 也都會令那些 就算要面臨著一個回流壓力也好 始終我相信 大家會再細心去 或者審慎去思考的一件事就是 是否一定要回香港回流 即是你看回新加坡 雖然它的市場都是差的 即是你計算它日軍成交 其實比我們還低 或者那邊更加一潭死水 但是你見到別人那邊 家業所已經 講到明 一定是想搶這班企業 去那邊上 所以我覺得 以往我們會覺得 一件事就是 你亞太區內 其實你 或者我們作為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你現在是選擇港交所 那你就長期還有一個 挺高的一個優惠 但是現在 大家過往會覺得 它是一個獨市的生意 即是就算你有競爭對手 大家都不當它是一回事 但是現在 你很明顯就要跟新加坡 去搶的時候 就不是所謂真的叫這麼獨市 那你那個優惠 是不是還可以讓它 這麼高 三十幾四十倍PE 好像以前那樣 那我覺得就 超過的就難一點 對 PE其實現在都越來越低了 真的 市場的股價 不要經常說 香港的PE 便宜 根本不關貴還是便宜 本身是市場價 排除內房PE更便宜 對 你不買 跳樓 當然 新股市場 最近唯一一隻 走得好一點 就是中國食物 二三五 累計都有75%左右的升幅 今天都升了1.8% 但是說的是 三四十隻新股 才只有那一隻 那麼幸運 你買得到 恭喜你 最主要都是因為 因為 CAP 叫做比較小 升到現在 都是說八十 八億市值左右 那 那 那 自己留意一下 那 最高炒到過二 慢慢都回到 但是做浪在八億市值左右 那麼 對了 只有這隻 叫做正數 其他都死光了 另外 新股做了一隻 檸檬影葉 九百五七 都是 已經截止了 公佈結果 就是八月九日 過了幾天 就可以看看 然後 再說一些新股 其實已經是 已經不是大事 就是去一些 內地的 retail 餐飲 消費類 股份 都不會特別吸引 對 真的不吸引 所以你看到今年 上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 都不吸引 所以又是那件事 就是你看過 Number of IPO 好像是胡亂 就是之前曾經彈過 那一下 又是三百八 大家會衝勁 好像會好一點 但是又是 如果全部都是雜不登這些 其實我倒不如覺得 你做回好整個市場 我想你比較以前 你只是一隻大野 然後萬人空空去排隊 已經夠頂你幾十隻了 已經說真的 是 那你現在 純粹你自己欺騙自己 說 不是啊 你IPO的數量多些 那 我覺得就沒有辦法 是啊 如果要自己欺騙自己的話 沒辦法 幫你不妥了 是啊 是 大家看著 時間差不多 我先補回銀子 還有二萬零一百點 升上三百三十三點 成交有六百一十億 想問一下Tony 除了七零零 申報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 是需要申報的 騰訊和美團 其他都沒有持有 是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Tony 和大家看了這麼多 不同的股票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和留言分享 以及Instagram Facebook 同時在右下角 有個UPTV 和YouSmart 的合作 都可以 Scan QR Code 了解一下 相關的開戶優惠 好多謝Tony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好 拜拜